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文就说要严打 把医院搞成灵堂 就是百花圈 抬尸体这些都要严打 关公安部什么事 这已经上升到维本社会秩序 整治治安的程度了 因为你不知道闹到于什么程度 你想我现在可以给你们看一段视频 网友上传的 说是在陕西 这个榆岭恒山县的一个民营医院 有一个病人 魏川孔死了 结果呢 这个院长领着全院所有的医生护士员工 给他开指导会 念检讨 忏悔 并且呢磕头下跪 忏悔 并且医院呢停业三个月 整顿 因为死者的家属 在当地势力很大 咱不知道是白势力还是黑势力 反正势力很大 所以说这医院停业三个月 然后就给他就是检讨啊 就说魏川孔死了 那现在意思就是说 以后就是不准干这样的事 在医院里面摆灵堂或者是 什么时候也没准过 什么时候也没准过 但是现在越演越烈 你可以看看这段视频 就这个县医院 当然这个是网友上传的啊 这件事情这个准确的背景 还有待于这个调查 但是我就说你 你怎么这么吃惊的 因为我 我觉得我没听过这样的事 就是一个医院 他就算真的是他医院的错 也用不了停业三个月 医疗事故全世界都会有 对对对 有时候你是可以 因为是这个医院的责任 那医院的责任 你这当然要检讨它的流程 或者怎么样 但用不着搞成这个样子吧 我觉得 我再给你们看一组照片 看一组照片 这要不说现在成了中国 一个很严重的现象 你看这人们都画出漫画来了 就说我代表患者 表个态啊 你们的医院是赔呢 是要赔偿还是被闹 这就是医闹嘛 你再看下一张 这医院方面 也大标语打出来了 严惩凶手啊 反差医大 打击医闹 这个是什么瓶啊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就是医院成了殡仪馆嘛 这个花圈的灵堂 就在你们医院门口 再看下边 这就 他们说啊 说现在有这个职业医闹 你看这中午还吃喝饭了 什么都能吃职业 哎 你闹几天几夜 那确实需要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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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的 反正美国白宫前面 也有职业示威的 全世界都有 这个 全球化 全球化 不过他刚才 我注意到一点 就你刚才讲的 开追悼会的医院 是个民营医院 不是个公家医院 这个 这个也 也有点关系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关 而这个 魏川孔的 这个什么背景 也不知道 它是 是 是官的背景呢 还是说当地的另外一些势力的背景呢 那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反之这个现象很不正常 很不正常 你这个问题提的 这就是让我想到都跨越了这个医疗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现在啊 你知道中国这些个民营企业 很多这个民营企业主 当然咱说有为父不仁的哈 可是也有一些人你知道吗 他会跟你说 他说你知道我刚干完什么事 你想我有的朋友我都不知道 他说我刚领导完一场战争 不过他说这对我来说 算不了什么 你知道是什么 就说在中国的大城市 已然是这样了 就是说 单位里 脑溢血 家里死 有个职工 在自己在自己家里 脑溢血 死了吧 好 死了呢 按说平常这个老板呢 就是说咱们职工捐点钱 或者按照国家规定 因为你这个严格说也不算工商啊 你在自己家里脑溢血死了吗 但是这家里呢 有一个人 是混帮派的 有些什么帮派 然后这就来了 要一百万 一百万 好 这民营老板呢 也不是个善茬 以前经常碰见这事 他说你这个那家伙 怎么怎么部署啊 他说 对方第二天 一下七十个人 就是公司门口 天天待着 天天待着 而且车里装着棍子 好 我说你报警啊 公安局 他公安局不管这个 公安局报警 公安局不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你知道 现在中国的政府啊 也很难办 就是说 很多时候这个这个 比如说群体骚乱事件 你如果造成这种事情啊 你零 就没说的 领导就地免职 所以你知道吗 他也不敢 为了避免群体事件的发生 就当做不看见 所以公安就是说 你得 你得有了这个伤情 你打死人了 对 你打伤人了 哗一下公安出现了 我听不懂 再说一遍 就这个人 他自己在家脑溢血 对 但是家里的人 就把这个账算在公司里头上 就是要公司给钱 你该不该给呢 但他能证明 这是因工造成的问题吗 不用证明 不用证明 我跟你说 全家人就铺盖卷 就到了你公司 经理办公室 办公桌上一铺 睡半个月 然后你你这公司怎么开工 那家的那个女的 进来一个上班的 暴露你的腿 你这样的职工不敢来上班 于是怎么办 公安局不出警 公安局不管 那么公安局说 你他跟他跟公安局 中国的有些民营老板 跟公安局关系是很好的 他说就哪怕认识 局长是我哥们 在局长最后说 说我们局长办公会议 这个事我都提了 但是大家还是这个事情 你你除非你酿成事件 你打打伤人 这个一个关键词 他是闹 你看他他没有变成一个 惨剧或者什么凶杀 什么案 他是一个闹 闹这个事情就说不清楚 闹 中国这个事情是两面的 一方面中国工人缺乏保障 工会不不不不不给力 所以资方欺负工人 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 但另外一方面 那个民营企业 他如果没有这个 就是你讲的很好的关系 或者用很多手段的话 他也应付不了这些 你知道他就说 就是说最后他就是说什么 为什么说 他说这个聪明规则 聪明法则 他说我怎么对付他 我也找这个黑道上的 几十个我就给他扛 因为我知道他一天就得几万块钱 你知道吗 实际上他跟当地的可能帮派 勾结在一起 这玩意最后拿来钱之后 大家分的 他说我估计他扛不过几天 他这七十个人 一天多少钱 我这也是几十个人 就在门口啊 就一触即发 就每天这么对质 他说我在楼上 拿着望远镜照相机 咔咔咔咔 我也把证据都拍下来 就万一真打起来 给公安局 这就是证据啊 而且他在他的墙上 公司墙上就贴大标语 坚决打击黑恶势力 那么响应政府号召 你明白吗 他要造出这么一种 正派的 他是正派的 而且你知道 他就说还有的地方 你干这个 要不说是职业的吗 有的职业的 就是你买通了 他把到你公司门口 闹事的 你知道咱都 咱都说你旁边看热闹的人 都看不懂 对他买通了这个人之后啊 哗啦就出来几个 流氓地痞 这流氓地痞呢 指着你们公司 就骂 比如说你们公司是凤凰 他来了凤凰 什么什么就就就骂 骂骂骂到这帮人身边下手就打呀 劈了 打倒一大片 扬长而去 你知道吗 就就懵了 因为因为他是骂这个公司 他们都很执意 实际是这个公司花钱过来的 所以到最后真出什么事 这个公司 因为看热闹的人说 打人的是在骂着这间公司 把这帮人打的 你们听懂了吗 听懂 我觉得这件事啊 这种事情里面 他其实只是一个表征而已 因为同样的这种闹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说过 在飞机场闹的 在飞机上闹 在火车上闹 中国人不是爱闹吗 你从这些爱闹的事情里的 你看出一点 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人呢 他并不是不知道 维护自己的权益 但是他对于什么叫做 他权益的范围 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把握 这个社会也缺乏 一个相应的界定 你比如说你一个工人 一个公司的人工 你也许在家心脏病发 那这件事能不能算是工商呢 这当然可以讨论 但这需要有个程序来检定 或者怎么样 可是中国现在情况在哪呢 就是一般人是觉得 这些事都不用验证 不用检证 我说是 就是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一样 我们不能够诉诸一个 很合理的司法程序 来解决它 就靠我大爷 就像上回我们讲 飞机那个事 你飞机误点了 害了我的事了 我事后要追索 赔偿或怎么样 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当场就得闹 同样的 现在我家里面有人 脑溢血了 我们认定 它是公司的责任 我马上就来闹 我不管你什么 什么检验程序 什么 因为那些事 我第一 我不信任 所以现在这些问题 是搅在一块 一方面就是我们整个公开 处理各种纠纷 矛盾的那个社会程序 没有人相信 第二 就是每个人同时也都不知道 自己那个权业范围 到底在哪 有时候你可以无限扩大 大到一个程度 就是比如说杀医护人员 那个 就因为我挨了什么样 不高兴 对 我回去 我拿到我见着就杀 我不管你这个人 有没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中国今天 很大 我觉得当年 严富讲这个群己界限 今天应该换一个版本 讲群己界限在哪里 现在没界限 现在都在闹 谁有力量 谁就界限 枪枪三人行 广告绝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四特别员 背影 新文化运动起手的命运图谱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所以我也下基层 所以我也下基层 不光中央台下基层 我下基层一看 我怎么觉得基层很多地方 就是社会已经变成人自为战 各自为战 你知道吗 有些个民营企业老板 他碰见这种碰瓷的纠纷的多了 他就有点像团链 你知道吗 自助城堡 然后甚至有自藏棍棒 刀枪的 就搞得搞得乡军 怀军就都回来了 没错 他们那么喜欢看中国藩传 对吧 民间企业家特别喜欢中国藩 原来搞半年是学这个 没错 而且你知道吗 真是有中国的斗争特色 好比说有来碰瓷的 来闹事的 地方上那个 把一个卡车开到公司大门口 厂门口 你没法上班 然后他要像策划一个战争一样 去策划 要把对方来闹的人 气势上先压下去 就是他你请了一百个人 我这两百个人 两百个人就是 那边的一卡车 后边装着斧头 装着棍棒 他这边也是一人一把棍子 但他说他请来那个人呢 不敢把刀发给他们 怕戳着命吗 但是他的刀呢 锁在车里 有人拿着钥匙 说对方如果敢用刀 赶快打开车门 这帮人就发刀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周围看热闹的就是什么呢 林要把这个卡车给他 推出去两百人的时候 这边呢 这个鞭炮齐鸣 李花冲天 就把大卡车吹出去 李花冲天 拿着棍棒 就杀出来 我觉得他们这帮人 真不把这个地方公安当回事 把公安当成是清末那个绿营 八旗逼不太管用 是吧 那么你讲了这么多生动的事情 证明现在卫生部跟公安部 要严打 非常有道理 对不对 现在很多时候 有的是这个政府部门 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我跟你说 我听见真实的事情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稳定 压倒一切的这个压力 有多么大 交警大队 你知道吗 车祸撞死人了 这个交警啊 去看了一下 最后呢 这碰瓷的 就说是交警弄死的 然后呢 抬着尸体 在某个城市 在抬着尸体 到交警大队不走了 最后你知道吗 这个公安呢 研究栏研究局 西市宁人呢 赔了十几万还是几十万 莫名其妙 就算了 因为闹大了 他领导 他压力很大 你知道吗 他就想要稳定 不能闹 因为你现在 你一闹事 你当地领导 首先你得负责呀 那中国现在都是 刁民之后 他不敢坚持原则 不敢坚持原则 就是因为他们平常 常常不照原则做事 对啊 自己也没什么原则嘛 不过我想 这里面啊 就牵涉到一个 就一来就是 子东刚才讲 中国的很多的政治 或者政策的执行方式 是动员式政治 对 就学校说动员 就比如说搞好奥运 搞好世博 到严打什么 都是一种动员的做法 动员的做法呢 都是短期内很有效 但是它不是长久之计 但长久之计是什么呢 就你讲医闹这个事故 为什么最近医闹事故这么多 或者杀人的什么 其实你去医院那个口子上 看好医院的保安 然后严禁 比如说你就在医院门口 加那种机场用的那种探测机 你带金属 什么打火机 都不让进 护士现在带钢盔 对吧 这都其实不管用 因为在哪 这只是治标 不是治本 本是什么呢 本我们都知道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整个医疗体制 问题太大了 你那么多病人 一天到晚从乡里头 县里头 跑到城里头 门口 我们都见过 那种大城市的医院门口 排队排一上午 然后在路边睡 然后在那一呆呆一个多月 然后睡到这个医院的走廊上 都摊开都是病床 然后他每天一个人 见医生的时间 可能就只有一两分钟 医生什么话 也不能跟你多说 这才是根嘛 那那些病人 为什么跟家属 要有那么大的仇恨 要来针对这些医院 我们应该想的是 什么样的制度 什么样的环境 使得这两拨 本来不该对立的人 被对立起来 而且是莫名其妙的对立 还牵引那么大的对立情绪 是背后的问题吗 你讲的是 所以呢 你知道最近这个 求是杂志 卫生部长这个陈竹 写了一篇文章 这里边有点新的 你现在觉悟很高吗 对啊 不是啦 我不但觉悟 我背诵了 求是 我不但觉悟很高 徐老师 我发现 我为国家出谋献的策 卫生部长陈菊 都写在文章里 陈菊 人家叫 陈菊 你讲的是民进党 那种 民进党 哎呀 这还叫觉悟高 你回去好好继续看求是 你看了是美丽岛是吧 陈竹 陈竹 陈竹不讲 陈竹三运行 广告 学后见 这觉悟 都打扰 从金融海啸到欧战危机 持续发酵 2012 全球经济是否还被高风险 阴影笼罩 专访世界银行副行长 司里木尔亚林 英德拉瓦地 后攻防风云对话 星期日 凤凰卫视中安台 东风日产 人车生活 陈竹 医生部长 是男的 是陈竹 不是陈竹 但是我的觉悟之高 并不表现在我看求是 光表现在我看求是杂志 现在我只看求是杂志 而且呢 就是还表现在哪啊 我过去 我对这个国策的这个建议 我不是在节目里 跟你们说过吗 我当时说啊 我说解决中国的问题 我认为两个诀窍 两个窍门入口处 但你们都不听我的吗 对吧 那你说你记得吗 我说 我说其中一条 就是让人把他的工资 成为他主要的收入来源 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中国问题解决一半 你知道吗 就是说一个主持人 他真正的财富 应该来自于他本职 做节目的收入 而不是拍广告 对吗 对 所以我就说 没想到陈竹部长 听了我的 没不一定听我的了 跟我父母 英雄所见 我跟你念念啊 求是杂志 陈竹部长 他这个文章 说的很好 他说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啊 以药补医 你知道吗 中国的医院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以药补医的机制 是医疗卫生工作者的 这个共同愿望啊 就是取消这个机制 取消医药补医 他说医疗卫生行业 是一个崇高的行业 但是在以药补医的机制下 我国公立医院的建设发展 和医务人员的收入 很大程度上 靠这个药品的提成 来解决 这叫逼粮为仓 这在陈部长说了 这在世界范围内 都是独有的 独一份 加之行业医保和社会等 相应监管机制不健全 以药补医的机制 逐步滋生出 以药腐医 就腐烂的腐 以药腐医的机制 对 损害了我们医生的 职业道德和社会形象 对 广大医务人员 希望能够从体制机制上 加以解决 通过劳动和奉献 获得合法的 有尊严的收入 维护公立医院的社会公平 和道德伦理 向社会呈现 医疗行业的真实的本质 什么是真实本质吗 救死扶伤吗 你明顺下看 我们去 这些公立医院 你常常注意到 一进门口 香港人 我们当年上去 我们就吓一跳 为什么呢 就这个大厅 一堆沙发 一堆椅子 上面每一个人 都在掉瓶 对吧 那怎么会一来就掉瓶呢 而且是不论你是什么病 大大小小伤风 感冒牙疼 一进去先掉 打这个吊针 对 打这个吊针是干嘛 从这个地方开始收你的钱 从这个地方开始要挣钱了 那你想想看 这么搞下去 这个医院就跟酒店一样 这个酒店 它的主要收入来源 居然是要依靠这个 跟小姐分成 对吧 于是逼着所有的进来的客人 你不爱嫖 也得配个小姐到你房里去 就这个意思 当然 医生呢 应该比一般的工作 收入高两三倍 这是正常 以中国现在的情况 如果 如果是大城市 如果说大城市 上海北京 一个正常的医生 绝对应该是一万 一万五以上 我们讲的非常具体的 护士也应该在比一般的人 要高一点 那么高了以后 而且它可以继续往上升 那么这个时候 它当然不能出医疗事故 它不能被人投诉 它要建立口碑 这个医术要增进 药要根据病来 药不能给它带来 直接的利益 这么最简单 因为现在病人 一看到医生给他开贵的药 他都在怀疑 他就用一部分钱 都到你身上去 对 没错 而且这里面 其实还不只是药 我觉得你刚刚讲 陈祖讲这个 我觉得是有很重要 但还有一点 就我们现在的医院 那个资源太集中在大城市 它不下乡 那变成了 你现在有没有注意到 比如说就我们北京的公司旁边 那个海淀医院门口 对吧 老一帮人嘛 你去过嘛 有一大堆河北的老乡 他们是其实伤风感冒 都跑来看 对 你有一些小兽 你为什么不能在乡间 就解决了它 都要奔城里头去 这就可见 这整个医疗资源分配上出问题 而且呢 还有一个问题 你看4月13号 这一天 北京啊 捅了俩医生 其中有一个很伤的医生 后来还写微博 他就讲话 他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